以史为鉴 开创未来 必须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强国必须强军 军强才能国安 坚持党指挥枪 建设自己的人民队伍 是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迫的真理 人民军队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询 是保卫红色江山 维护民族尊严的坚强支柱 也是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 新的征程上 我们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 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 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全面推进政治建军 改革强军 科技强军 人才强军 依法治军 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 以更强大的能力 更可靠的手段 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 以史为鉴 开创未来 必须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和平和睦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 中华民族的血液中 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 中国共产党关注人类前途命运 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 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新的征程上 我们必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 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以中国的新发展 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 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 弘扬和平发展 公平正义民主 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坚持合作 不搞对抗 坚持开放 不搞封闭 坚持互利共赢 不搞零和博弈 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 中国人民 是崇尚正义 不畏强暴的人民 中华民族 是具有强烈民族自豪感 和自信心的民族 中国人民 从来没有欺负 压迫 奴役过其他国家人民 过去没有 现在没有 将来也不会有 同时 同时 中国人民 也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 欺负 压迫 奴役我们 谁妄想这样干 必将在十四多亿中国人民 用蟹肉 铸成的钢铁长城面前 碰得 头破血流